河北这个普通的小山村 河北这个普通的小山村指挥了波澜壮阔的三大战役 被称为五大革命圣地之一 另外四个井冈山 瑞金 尊义 延安 那么国党为什么会把一个小小的西百坡作为中央驻地呢 在八路军时期我军规模不大 驻扎在大西北的延安问题还不大 但当我军与国民党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争夺时 延安就显得过于偏僻了 不利于指挥大的战争 那么去哪里合适呢 当时有好几种意见 其中有两个代表性的意见 一是去河北成德 方便争夺东北 二是去新四军基础 较好的苏北淮英 直接和蒋介石争夺江南 不过因形势的变化 最后放弃了这两个选择 1947年5月初 朱老总等人率领中央工委来到河北平山县的封城村 与进察济军区司令灭容真以及萧克 罗瑞卿等人会面 商量中央工委驻扎在哪里比较合适 这里需要先讲一下 当时中央分为三个部分 朱老总 董碧武等人组成中央工委 叶剑英 李维汉等人组成中央后委 而中央前委则由毛主席周温来等人组成 继续带陕北一边和国民党军打游击 一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聂荣真向朱老总推荐了一个地方 就是平山县 应该说平山县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东南距离石家庄只有40多公里 起边是太行山脉 整体上看平山县的地势西高东低 太行山脉微额入云 一手南宫 更重要的是平山县是革命老区 这里的群众觉悟高 被称为北方的新国江西新国县 著名的革命老区 抗战时期 平山县有很多百姓的子弟都参加了八路军 编成了两个团 立下很多战功 聂荣真送给他 每一个响亮的称号 太行山上铁的子弟 聂荣真还喜欢用平山就是禁茶祭的乌克兰 来向客人介绍平山 因为乌克兰是苏联的大粮仓 平山就是禁茶祭的大粮仓 这里 乌陀和川敬而过 土地肥美 种道子 麦子都可以 当时有乌陀百害 为复平山的说法 因此当朱老总向聂荣真询问的时候 聂荣真不假思索 就推荐了平山县 不过 如果驻扎在平山县城 目标太大 容易发生预料不到的危险 还是要找一个村庄比较安全 5月10日 聂荣真指派一名熟悉平山县环境的处长于光吻 陪同朱老总的秘书潘开文和卫士长齐名臣带着一张地图 开始在平山县境内考察 还要说明一下 当时考察的不仅是平山县 还有建平县 建平县设立于1940年 是为了纪念在1938年 因并逝世 的建查纪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周建平 包括平山县的东区 以及环路县 景景县的一部分 这时的建平县被称为东建平 在1945年时就撤销了 随后在平山县西界临近太行山的山区 又设置了一个建平县 称为西建平撤销于1958年 并入平山县 潘开闻他们在平山县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就在建平县范围内找 找了一圈 都不太理想 直到去了西百坡 几个人眼前一亮 西百坡地方小 一隐蔽 被山向阳 阳气十足 当天晚上 他们就在西百坡留宿 把西百坡的情况记录了下来 朱老总和聂荣真等人 也进行了反复讨论 觉得西百坡非常合适中央入住 既于隐蔽 又便于交通 麻血虽小武藏俱全 就这样 中央工委就在西百坡定了下来 后来 叶剑英和中央后委也签了过来 然后就是1948年5月26日 毛主席率领中央前委抵达西百坡 开创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现在 西百坡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而且免费开放 大家可以去看看 了解一下那段非凡的历史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味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on45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